现在其实也是欧马采修的规则 今年因为风采借欧马大风修 不过其实就出现了农业没有充滞不足的问题 天然农业中台北对国务金很多是划军期 甚至不再做了后 现在中央会可以输用在欧马采修作业务 给大家跟人工采修的速度比较 一台划军期台国可以出台24的任务 对农民来说是一划军 高了处当的规则 都是也是欧马采修的时尊 今年因为风采较少 欧马大风修 不过显示出人力不足的问题 台南区两亿改良中 特别对国务金很多都在做事业务 更加上改良和改造之后 在当输用在欧马采修顶面 减轻不得人力身份的压力 知道我们传统的你划 要划铁还来白 这个工作是很大的一个工作 我们这个印尽 这个意大利这台阶极 在那个医官来的所在 乘的时尊 欧马都不像我们这么高 所以我们现在要白两属 所以我们当年就要去改造 给它变成有些稳妆作为白 白的我们有些实体去试验 我们农民有欢迎说白的最大属 如果要递不递递不递递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 调整就是白的大色 可以使我们现在監神的状态 今天来开这个观摩会就是说 我们的联续开三个观摩会 让我们的农业有先进来看这个阶级 还有什么会用改进的所在 今天最后也在生化的 后面餐古板料素兵会 邀请农民作为来提出看法改意见 后面采取机可以进行完毕 现场由农改造林园亲自喜欢新各 可以看到这需要节能 在可以教室这台采取机 在采取的东西也会将麻烦好 相当的方便 经过统计农改造对国外引进 更加上改造的会用 但又要开八十万 虽然介绍不介绍 不过一台采取机可以出台24个人 对现在农业香港的问题 有很大的帮助 头过今天的所谓会 让农业专业农民实质意见交流 提出不足的所在 希望能够整理改用处 上适合大家的采取机 让台南的摩托三业 有更高的三両 接着各家民生化库 彩虹伯德 接着各家民生化库 接着各家民生化库